哈嘍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圓子的這棵 水蜜桃呢 去年種的 那今年呢第一次開花結果 但是呢被蟲咬到要剩下一棵 而且這棵也是被蟲咬到了 現在這棵已經熟了 已經熟了要把它放起來 上面都是螞蟻 你看 哇 好好 夠了 要先去熟 這樣把它噴一噴 噴一噴 噴一噴 那個糖 叫糖咬到 那回到下 蛤 你拿回去吃看看 我看看 這沒人水啦 這糖吃到 但是糖吃到我怎麼會大顆 這就是齁 吃不是厲害 吃個皮而已 吃個皮而已 是 這就有孫子了 不會啦 你拿回來吃 你拿回來吃 一顆而已 你拿回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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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寬就打了 可能我不會吃 哈哈 好啦好啦 這棵喔 那個 桃子喔 現在這棵已經把它摘下來 欸怎麼一隻蜜蜂要過來幹嘛 現在都沒有開花 這隻蜜蜂要過來幹嘛 我現在要講的 就是說這棵桃子已經摘下來 接下來我們做的動作就是 之前老媽跟我們講 要把它截斷 然後幫它做一個塑形 把它截斷的話 可能要截矮一點 要比較矮 那截斷塑形呢 上面這個枝條呢 也可以拿來做利用 到時候我再來嫁接 把它嫁接到我們的梅花 梅樹上 那這顆桃子呢 賦予給它 新生命在桃子 在那個梅花上面 然後 留下來就幫它做一個塑形 明年齁 明年齁 明年我們就要把它 照顧得很好 我相信啦 這顆桃子 今年有這顆 又長這顆桃子出來 樣子應該不錯 所以明年它開花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照顧好一點 然後該套袋就套袋 那 該給它一些有機肥料 就給它有機肥料 不然你看它 去年剛種而已 就長這麼快 長這麼快 長得很旺 然後今年也開了蠻多花的 到年底的時候 桃子它會先落葉 它落完葉之後呢 它才會 開春那時候 它才會開花 那開花之後 結小果 然後新的葉子再長出來 就桃子它的一個 樣子就是這樣 好 這是原子裡面的 今年唯一 結了一顆果的水蜜桃 就這樣分享給各位 簡單的一個紀錄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